中午的用餐時間 客人陸續上門 熱情的招呼聲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端上桌 讓這間南投的三合院 熱鬧了起來 真的是很好吃 清門好友來 指定要來這裡 來一次就上演了 肉吃起來的嚼勁 就是QQ裡面還有軟 咖啡有軟性 不像我們普通的雞軟爛 自然意外不能言傳 講不出來 像我們一般佛跳牆裡面 會有芋頭嘛 它芋頭就很軟爛 可是不會整個都糊掉 然後湯頭也很濃郁 東西都好像不計成本 很好吃 我們常常來 都從台中來 這裡的客人都是莫名而來 向著美桌必點的佛跳牆 湯頭口感濃郁清香 豐富的配料 超有古早滋味的 排骨和芋頭燉得很軟爛 讓人忍不住一碗接著一碗 還有這個招牌的東坡肉 肥肉入口即化 香而不膩 瘦肉軟嫩入味 一夾就斷 三層肉的口感 令人回味無窮 這些台菜有一些部分 都是自己小時候常吃的 古早味 因為這邊務農嘛 因為你一定會自己 會釀造一些 比如說你自己釀的醬筍 我爸爸的私房菜 菜桃籠 他就會這樣子吃吃吃 我覺得這個味道真的很棒 可能或許 在一般的都市裡面 他們比較少吃得到 我都覺得他們可以來試試看 這個架槓的古早味 可是每一個地區 他們都有代表性的 不一樣的口渣 我覺得它不能流失掉 不能失傳 所以就把它 我覺得可以把它融入在 我現在開的這家餐廳 不只是台菜料理 這盤聚集了十幾種蔬果的沙拉 豐富的視覺饗宴 就讓你不知從何動手 美味的幕後推手 就是他 陳志云 他說開餐廳第一個條件 就是食材一定要新鮮 客人點了當天才做 而且食材幾乎都是自家生產 我們這邊的火龍果 是 我非常可以大聲地講 它真的是有機 因為我們沒有撒 我們沒有用得到 很明顯的 這已經被鳥偷襲了 那我們直接拿這個來撒 我們現在來摘野薑花 那這個野薑花是台灣特有的 其實應該是說原生種 因為一般你們看到的野薑花 都是白色的 那我們就有 就是我自己種了 自家的花園裡 種著當季的蔬果 陳志云喜歡美的飾物 就連水果擺盤 配色都很要求 鳳梨 無花果 秋葵 香檳葡萄 奇異果 野薑花 十幾種搭在一起 酸酸甜甜碰撞出美妙的滋味 就像他們一家人 一起經歷的人生旅程 這道是當他叫的 這道是就是我們的照台 我們的木櫃 我們坐下 它很寶崗嗎 很寶崗啊 為什麼 因為你要從市 當然是從市場買回來 第一個要新鮮的物體製作 然後再買回來 要添加乾淨之後 我們在做菜湯的動作 等一下它要過水 它要過多水 所謂的過多水就是水 它要一直開始讓它點水 醬汁之後才會放出來 然後在這部分擦太多了 冬坡肉不柴又Q的關鍵 在於過兩次的火水 才能保有Q度 不用中藥乳包調製 只有簡單的醬油香 傳統的古早味 就是媽媽的味道 它背到那時候學很久嗎 學了三十年 學了三十年 嗯 小時候我小一點都敢講 這道富貴冬坡香 是媽媽謝月美的拿手家常菜 她開玩笑地說 當初是害怕種田 所以躲進廚房 二十多年前 丈夫經營茶廠 投資失敗 一夕之間 人生就像跌到了谷底 當時因為被朋友背叛賺了幾千萬 生活陷入了困境 三餐都成了問題 當時因為被朋友背叛 陳寶欽負債幾千萬 生活陷入了困境 三餐都成了問題 那好婆那年剛好很難 還沒錢 他吃孫子 祕孫子 我這樣沒錢 我就說我回去去討兵 去媽媽祈求一個 酒一頓錢回來 香水 那種沒錢已經練到 不會... 不會說了 因為欠人家錢 相對的一定有黑道來討債 我雖然不知道 可是那天是晚上 然後爸爸就突然躲在後家人 我們家裡的後院 然後整個神智不清 我們儀式就是 好像喝了農藥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覺得 整個家裡的氣氛非常的低迷 不知道怎麼這樣子 再走下一步 不知道怎麼去走 陳志雲當時才國中二年級 黑道討債 鄰居拉布條抗議 一幕幕都讓他記憶猶新 為了維持家計 爸爸媽媽先在市場擺攤 賣鹹豬肉 這樣才能勉強虎口度日 後來隔壁小攤 願意傳授家傳六代的 滷肉飯廚藥 他們才在南投以及彰化北斗 賣了二十多年的滷肉飯 這一路上 除了有家人的支持 還有貴人相助 才能走過低潮 但是落葉總要歸根 於是一家人決定回南投三合院老家 轉型開台菜料理餐廳 回到南投 陳寶欽開始學習養雞 了解雞的特性 從零開始摸索 是我們古早的天鱗 這就是 我剛才說是黑土雞 吃起來比較Q 比較沒有甜的香味 所以我就選擇這款天鱗吃 自家養了土雞 吃起來也特別的安心 陳志雲還結合南投在地的特產 開發創意料理 這道菜的名稱叫養生茶油醬香氣 不敏之意它更是特別的養生 那所謂的茶油 我們在地這邊是茶香 南投名街巷是茶香 採用當地的茶油下去做料理 那要特別 因為我們的茶油 千萬是不能做高溫 去做油炸或是封不住 它只能再起鍋的時候 去做一個香味的提升 以紅燒的方式 利用中火去味道收汁 類似三杯雞的做法 加點茶油逼出香氣 雞肉吃起來很有嚼勁 帶有淡淡的茶油香氣 是非常下飯的磁房菜 還有這道創意客製月亮蝦餅 也是店裡的超人氣 這個是泰白粉 它這是主要的這個 整個蝦餅的最佳的黏著氣 然後一般我們外面的蝦子 它們會打成泥狀 可是我們就堅持不打泥 新鮮自己現剖的蝦子 然後我們會把它切成 稍微有點塊狀 這裡的月亮蝦餅 內餡非常的豐富 有蝦子 豬絞肉 蝦漿 魚漿 花枝等 還加了芹菜跟香菜提香味 增加口感層次 另外要讓蝦餅酥脆 還有非常重要的關鍵 還有非常重要的關鍵 外衣下有著厚厚的內餡 大口大口咬下 感覺非常的扎實 彈牙的蝦仁搭配蔬菜的甜味 口感相當多層次 裡面吃得到那個鮮味 然後它外面煎得很脆 然後吃起來就是吃了一口 還想繼續再吃 好吃 讓大家說好吃 讚 它的菜是很好吃 他們的月亮蝦餅 非常的真材實料 剛剛你看到我們一上桌 就全部都吃完了 然後這邊的用餐環境很好 如果你想要帶小朋友來的話 吃完飯可以到外面的草地 遛小孩 然後這邊還有泡茶的區域 對 很棒 儘管人生的道路上有風有雨 但只要一家人齊心 就可以克服困難 三合院裡的美食 除了有親情 恩情 還有濃得化不開的人情味 我請供ide 因為我想要的 平等交易 看到這次的文章 已經能被騙了